欢迎收听白话史记 演播 福林 五帝本记 一 皇帝是少典氏的儿子 姓公孙明轩元 生下来就神奇灵异 强宝争就能言语 幼小灵力长大勤勉 成年后聪明通达 轩元的时候 炎帝神能士的势力已经衰微 诸侯相互侵罚残害百姓 神能士却无力争讨 于是 轩元时时举兵 以征讨不来朝更的诸侯 四方诸侯都来臣服于神能士 但吃油最为残暴 一时还没有力量去讨伐他 炎帝准备侵犯诸侯 诸侯都来归属于轩元 轩元于是修明正治 整顿军旅 顺应四十五方的自然现象 正治五谷 安抚百姓 使远方人民也能安居 驯服熊皮皮修出虎等猛兽 用来和炎帝战于版权之业 三度交战 终于克服炎帝 完成了他的壮志 吃油作乱不听命令 于是宣元向四方诸侯征集军队 与吃油战于逐鹿之野 生擒吃油并把他杀死 四方诸侯都尊宣元为天子 以取代神能士 这就是皇帝 天下有不顺从命令的 皇帝便去征讨 平定之后 即便离去 披荆斩棘 开山通道 没有过过一天安适的日子 东边到达渤海 东上丸山和东越泰山 西边到达空洞 东上鸡头山 南边到达长江 东上雄山 香山 北边驱逐昏州 与诸侯在釜山和服 而建都于逐鹿山 广平山下的平地 迁徙往来 没有固定的居所 环绕着军队 构营以自卫 百官都用云命名 军队称云师 设立左右大监 以监察万国 万国协和 而鬼神山川的 祭拜风扇之礼 皇帝亲临主持的 居多数 获得保底 用诗草推算历数 预测未来的节气 朔旺 举丰厚 丽木 长仙 大红 以治理人民 顺应天地四十的 刚技 阴阳五行的固长 死生的道理 和存亡的大限 正指白骨草木 德化 急于鸟兽昆虫 遍布于日月 星辰 水波 土石 金玉 勤劳 心力耳目 节用水火财物 有土德的锐征 所以称为皇帝 皇帝有二十五个儿子 得到了姓的只有十四个 皇帝住在轩辕之秋 娶西陵市的女儿为妻 这就是雷祖 雷祖是皇帝的正妃 生了两个孩子 他们的后代都曾长有天下 一个是玄霄 就是青阳 青阳降为诸侯 住在长江 另一个是昌义 将为诸侯 住在弱水 昌义 娶 娶蜀山市女儿 民教昌仆的 为妻 生高阳 高阳 有大德于民 皇帝死后 藏于乔山 他的孙儿 也就是昌义的儿子 高阳 继承地位 这 就是地专须 地专须高阳 是皇帝的孙儿 也是昌义的儿子 审静深远 而有智谋 清明通达 而知事理 生养财物 以尽地利 顺时行事 以法天道 平依鬼神 以智义法 调理五行 以教化 洁净千城 以祭祀 领域 北到幽灵 南到交址 西到流沙 东到攀木 动物或植物 大神或小神 只要是日月 所能照临的 没有 不归属于他 帝专须的儿子 名叫晴禅 专须死 玄霄的孙儿高新 继位地位 这就是帝库 帝库高新是皇帝的宗孙 高新的父亲 是交集 交集的父亲 是玄霄 玄霄的父亲 就是皇帝 自玄霄到交集 没有得到地位 到高新 才集地位 高新 是专须的侄儿 高新生下来 便神奇灵异 会说自己的名字 集位后 广施恩泽 利己万物 却不畏自己 闻吟而便 能洞悉远方 见世耳察 能逐照幽微 顺应上天的旨意 知道人民的急需 人后而威严 慈爱而注实 修身而天下景仰 取地之财物 而有节制使用 教养百姓 而顺性力道 观测日月的运行 而致其迎送之礼 宣扬鬼神的道理 而恭敬奉似 他的颜色和睦 他的品德高尚 他的举止适时 他的穿着普通 帝库秉持着中英之道 而平治天下 凡是日月所照 风雨所至的地方 没有不来听命的 帝库 取尘封式的女儿 生放薰 取居资式的女儿 生智 帝库去世 智继承了地位 帝智在位没有正绩 死后 帝放薰继位 这就是帝谣 帝谣就是放薰 他的仁德如天的无尽 他的智慧如神般微妙 接近他如太阳般和热 远望他如云彩般绚丽 富有而不骄纵 显贵而不堕漫 戴黄色冠冕 穿黑色式服 乘恒色车 驾白色马 能衡扬顺从的美德 以敦亲目足 亲足以合洽 又明确划分百官的职责 于是 百官的志迹卓著 也亲和团结了天下诸侯 于是 命令西式和式 更进的顺应上天 曾日月星辰的运行 定出一年的历法 静紧地把石令传给百姓 分别命令西正住在 寓夷较阳谷的地方 静紧地迎接旭日的出生 管理督导春季的更正 日夜的长度均等 傍晚 鸟星在正南方出现 依据这景象 来定准春分的日子 人民于是都分散到田野里 鸟兽也在声誉交为 在命令西书 住在南方大郊山 管理督导夏季的农作 静紧地四日 并记下日影 白天最长 傍晚火星在正南方出现 依据此一景象 来定准夏至的日子 人民于是尽力住耕 鸟兽的羽毛也变得稀疏了 在命令和正 住在西方叫媚谷的地方 静紧地耕送太阳的影墨 管理督导秋收 日夜的长度均等 傍晚虚星在正南方出现 依据这景象 来定准春分的日子 人民于是喜悦和乐 鸟兽也生出新的羽毛 在命令和书 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 管理考察 农作物的储藏 白天最短 傍晚 卯星在正南方出现 依据这类景象 来定准登志的日子 人民于是都留在市中取暖 鸟兽的羽毛也长得融融的 确定一年为366天 又用滞润的办法来调整四十的误差 确实的整治百官 各种事业都欣欣向荣 秦据说 谁可以治理国家 放弃说 四子朱丹通达明里 姚说 哎 玩烈好送的人 不能用 姚又说 谁可以啊 欢都说 公公 变懒事物 颇见虫几 可以用 姚说 公公 巧言善辩 而 用心斜辟 行似恭敬 却连天 都敢欺瞒 不能用啊 姚又说 啊 四方诸侯领袖 滚滚洪水 漫天而来 浩浩荡荡的 包围了群山 淹没了丘陵 老百姓忧心忡忡 有谁能使他去治理呢 四人都说 滚 滚 可以 姚说 滚 这人违背命令 残害同类 也不可以 都说 先用用看吧 真的不行 再不用 姚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用了滚 九年下来 治水的事业 一点 没有成绩 姚说 啊 四方诸侯领袖 我再为七十年 你们能执行命令 你们来接替我的地位吧 四人回复说 比露的德行会占捂您地位的 姚说 那么 那么你们尽量 你们尽量地推荐 无论是显贵的亲戚 或者是没有关系的隐居人士 四人 四人同声 向姚推荐说 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匹民 叫于顺的 姚说 哦 不错 我也听说过 到底怎么样啊 四人都说 他是个盲人的儿子 父亲心相不善 母亲言不吉异 弟弟居傲无礼 他却能够和睦孝顺 把一个家处理得雍雍木木 没有出什么差错呢 姚说 哦 我来试试吧 于是 姚把两个女儿嫁给顺 从他怎样对待他们 来观察他的为人 顺居然使他们 甘心 于尊降贵 住在围水湾里 一切都合于富人之道 姚十分满意 就使顺 用心宣扬 五整伦理 五整伦理 都为人民所乐为 又使顺 担任各种公职 各种公职 都处理得 井然有序 使他 他在国都四门 接待宾客 四门的宾馆 都一片和睦 从诸侯国 远道而来的宾客 都肃然起敬 遥又使顺 进入原始山林 穿泽之地 在暴风雷雨中 顺能够不迷失方向 遥认为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于是把顺招来说 你计划事情周密 你所说的 必定可以做到 这样已经三年了 你来登地位吧 顺 顺总觉得自己德行不够 心里一直为此耿耿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